这是你的包裹 除了收刮号 收包裹 保全更重要的工作是维护社区安全 只是难道现在工作范围要提升到国家安全了吗 台湾保全总会进行收到一份调查信 要求各保全公司是会整一份统计表 说要调查承认警职人数 志愿役陷命背景 特种部队背景 甚至当过海军陆战队的人数 还有其他前志愿役的军人 就由保全公司收到信之后 不经疑惑 是要叫保全上战场吗 行事局解释 这是警政署保安组指示统计 目前全台30万保全人员 约有近8万人有军警背景 由于军警人员和保全工作形态类似 只是要作为内部分析和保全业者合作 要鼓励退休军警加入保全这一行 保障事业第二纯 主要是因为说 这些退休退伍的军警人员 具备专业训练以及相关的经验 主要的用意就是要鼓励这些退休 或者是退伍的军警人员 去从事保全业务 虽然答案揭晓跟打仗无关 而且只需要统计人数 没有要个别名单 但这说法似乎不被买单 其实早在2017年刑事局就有做类似调查 但当时遇上反年改抗争 就被质疑过 是不是要对军警人员查水表 因此作罢 事隔六年想说重新再来一次 万万没想到反而被误解 要找保全上战场 毕竟特别指定调查军警 在两岸目前的情势下 确实让人忐忑不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